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如這個圖 兩個木塊有一條沒有質量沒有彈性 不能拉長的細繩連接著 經過一個無質量摩擦力的滑輪 假如質量M1是未知 這個質量是等於40克 40公斤 而且M2叫M1重 那已知在時間等於4.5秒的時候 它的速率是等於12.6 好 那麼細繩上的張力是有什麼 好 那我現在先把它的交互度算出來 我交互度怎麼算 它末數是12.6 12.6等於那個從鏡子開始跑 是等於AT嘛 就A 乘以T T是4.5秒 所以我就曉得了 A是等於多少 12.6 然後除以4.5秒 這是它的交互度 好 交互度算出來以後 那我現在把對象釘在M1上面 它說有幾個力 MG嘛 MG M2 MG M2G 這 T M2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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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2M2G F2G M2G M2G F2M з3.5 M2G 剪掉呢 除以4.5 等於2.8 要這一剪的話 這個是等於7 這是等於7嘛 7是28 所以是280牛頓 280牛頓 所以矽繩的張力是280牛頓 因為它這個 這個 這個那個 質量是等於40公斤 所以答案是280牛頓